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团团 今天凌晨1点5分、1点56分及3点54分癫痫再度发作 医疗照管团队同仁虽为团团施打抗癫痫药物 但团团发作的症状仍持续艰辛性的发生 在受医师速度补强抗癫痫及镇定药物后 直到早上7点平3分癫痫症状才暂现 随着团团癫痫发作的密度和频率明显增加 医疗照管团队发现短效型的抗癫痫药物 已无法有效抑制团团癫痫发作的状况 团团每一次癫痫发作时 虽然受医师都会立即给予抗癫痫药物 可暂时舒缓他不是的症状 但团团进食量早已降低 随着癫痫发作的频率增加 团团的生理和精神状况都每况愈下 其他重要指标如血液检查结果 也显示团团的健康情况一直在走下坡 今天早上团团好不容易梳醒后 一直踏着休息 显示身体非常虚弱 更无法完全进食 面对最不希望团团出现的病情恶化趋势 医疗照管团队在讨论后 决定尽数帮团团进行CT断层扫描 及相关生理指数检查 根据CT及生理指数研判 团团的病况已不可逆 即便想办法让他从深度麻醉中苏醒 团团也难再有品质的自主生活 因此 医疗照管团队在百般不舍的痛苦中 仍共同决定让团团在麻醉中沉睡 不要再继续痛苦